大家好 欢迎收睇大乘赛马频道 今天的影片跟大家说明11月20日 沙田日赛深水 喜欢片段记得点赞 订阅 订阅 频道 按下小钟 有新片通知你 订阅方法很简单 每条影片右下角都有订阅的 我阿柳的按一按就订阅我的频道 除了订阅之外 Youtube有三个级别 可以选择会员深水服务 Hon同样有三个级别 每条影片都有连结 可以按过去 明天赛事将会采用沙田B加2跑道 10场草地赛事 头场开跑时间12点45分 提早开跑 中间会有一场日本马转播 所以就提早开跑 明天也是国际赛的预赛 有三场二级赛会上演 1200米、1600米和2000米 第七场就是金枪60 对加州星球 一扭一乱的比拼 看看老黄中比较厉 还是后上的新秀 加州星球会比较厉 暂时赔率差不多 1.8对2.2 张六十今季是首次上阵 加州星球已经跑了两场 所以占尽热身的优势 看下明天这场是怎么办 潘顿看下明天能不能够通过快速检测 检测的检测 可以出赛了 明天一定要 验到阴性才能出赛 另外 他那些坐骑 其实都已经安排了 有后备骑士 万一他真的有什么搞不好呢 那就 会有后备骑士 补上了 自己留意一下 明天潘顿 上不上阵 另外 也有些骑士 明天是来客串 好像麦道朗 那些 舌欣 那些 可以自己看回 另外值得一提 沈杂成找麦道朗尼 也提供很多坐骑 给他 因为帮他跑了一只浪漫勇士 招鸡 就不会说 那么 惨淡 吃白果回去 过得来 所以 头场推介给大家 就有他的坐骑 5号马 信心之选 沈杂成特意 找到麦道朗尼 搞这只马 希望就有些帮助 这场 三班二千米的赛事 上次那只信心之选 其实跑落 就 刻意留后跑 所以 撞正 步速比较慢的 赛事形势 所以 就堕在后面 入直路 就唯有抽出外面上 追不到 那 看一条片 这只白鼻的 何朗尼 上次外档起步 起步之后 就立心留下后面 前面 就被那只赛路之声 主载了 部速了 第二名 那只快驳 也是圆栏 守住好位 所以 这场马 其实 形势 都被前面 那些马 已经控制了 你看这只 头马 赛路之声 然后快驳 第三名 最眼光 都是贴着内栏 头几只 后面 就再回来 那 信心之選 都迫着留下 跟他拍着跑 那只疾风名 也没断好看 因为你都留得太后 所以 便是你入直路 已经追不回 那么多马 但是 他在外面 待会 都冲得 挺吸引的 把隐形翅膀 都赶过了 隐形翅膀 這場是沒東西看的衝下去 因為前面真的按得很帥 前面還要減10磅 這隻線路之星繼續圓蘭 不斷走 信心之選在外面上 撒開大步其實這隻馬是有加速的 因為早段落後太多了 這樣搞法真的追不及 所以這次加晴2000 找到麥道朗來 希望可以 搞好一點的流放 進直路就有機會可以衝上來 這場馬非戰之序 已經是跑到 叫做 最好的了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又排外當又洩不上去 進直路就唯有在外面衝 還是衝到多少 所以想到第四 都叫做有所交代了 上次 明天加晴2000 那這些馬呢 愛爾蘭 跑2000 應該是沒什麼問題的 還要這麼遠的路 找到麥道朗過來 頭威頭勢 看他能不能夠幫到拖 這樣呢 除了一隻信心之選 另外標之5G 都可以選擇 看看 對碰WIN 一於挑戰 一隻驚喜 頭場就要 看看可不可以 整個位置 這隻驚喜 標之5G 搭這個信心之選 這隻馬上季尾 贏2000米那一場 真的很車前倒後 雷神贏那一場 嘩 起步拖在後面 入直路又左穿 右插 不看片 中間排中而出 贏馬的 挺厲害的 今季熱身 明天用高東尼 合作都順暢的蘇兆輝 一當 照計一定是 好一點的 熱身 跑了一場 明天一當 照計的形勢都挺好跑的 加上蘇兆輝都挺拼命的 其實高東尼的馬都 沒什麼會 摘楼摊 所以可以挑選這兩隻 挑戰一下一隻驚喜 驚喜剛剛在 谷丑 贏了馬 2200 這次換了潘頓 就惹了飛了 所以希望可以 挑戰到他 251隊 推介給大家 心想到這裏 看看明天 早段如果能夠 搞定 後面就可以看幾場大賽 沒什麼 投注價值 感覺上 都是熱門收場 所以就是這樣 明天 心想到這裏 下次再和大家見面 就是這樣